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赶快看看它的对手又是什么样子的 有快中慢三辆汽车同时从海宝出发 沿同一条公路追赶前面的海海 三辆车去追前面的一个人 海海怎么这么倒霉啊 估计犯了什么事了吧 那很明显你看到这里这是一个标准的什么问题 但是同样的跟刚才刚刚讲的第三一样 人多了吧 这位对车多人多对吧 就参与到这个行程当中的人或者是物体变得多了 多人行程 那咱刚刚讲完多人行程的小技巧怎么处理来的 转化成两人行程 对不对 好 知道这个咱们接着往下来 这三辆车分别用6 12 20分钟追上了海海 并且知道快车和慢中车的速度是每分钟800米和700米 那么请问慢车每分钟走多少米 估计是600 对 有同学会想了 那估计按这个来800 700是不是下一个应该是600呢 那咱们算一算才能知道到底是多少 好 那同样的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人多 对吧 车多 所以我们的过程会稍稍复杂一些 那我们是不是先通过画图来把这道题给解决一下 对不对 那么在这道题目当中跟我们的第三一样 这个6分钟 12分钟和20分钟 是不是非常标准的三个什么时间 6分钟 12分钟 2分钟追上海海 是不是追及时间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三段过程就是我们解决这道题的突破口 咱们一一来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目的一个基本的运动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就是首先在同一条公路上 对吧 我们的海海在这 海海长成这样吗 哎呀 太吓人了 然后我们有快中慢三辆车要从海宝出发去追前面的海海 太几乎形象了 那么投诉一下 那首先是不是我们的快车先花6分钟追上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中车是不是花了12分钟追上了我们的海海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慢车 它花了20分钟才追上了我们的海海 是不是三段追及过程吧 那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多人行程也需要转化成两人行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图往到上面简化一下来看 快中慢三辆车 从海宝出发 而我们的海海是不是可能是从这里出发的 那么6分钟的时候 我们的快车是不是追上了前面的海海 对吧 也就是海海走这一段路程 是不是花去了6分钟 那么中车是不是花了12分钟追上了我们的海海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呢 是开始 也就是开始海海在这儿 是不是中车在这儿 然后12分钟是不是追上了到这里 那就意味着这一小段我们的海海走完应该用去了几分钟 6分钟 很好 应该也是只用去了6分钟 好 最后慢车是不是花去了20分钟追上了我们的海海 也就是这一段 是不是应该是8分钟 对吧 一共加在一起是20分钟嘛 好 现在我们又知道中车和快车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他们走完他们追上海海走的那段路程是多少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轻易地算出来 那么快车的速度是每分钟800米 那么一共走了6分钟 所以这段路程是4800米 中车呢 速度是700米每分 走了12分钟 好 这一段是8400米 你看 这是中车走的 这是快车走的 那一比较我就发现中车是比快车走的多呀 多了哪一段呢 是不是多了这一段 8400-4800 应该等于3600米 当然基础咱前面解释过这要试一图 对吧 没有三段之前我也不知道到底多长 那这3600对应的是哪一段呢 海海6分钟走的 非常好 再往上一看 是不是就是海海6分钟走的路程吧 对 对不对 那海海6分钟走了3600米 所以海海的速度就出来了 是多少 600 你发现海海的速度是600米每分 那你觉得卖车的速度能是600米每分吗 肯定不是 那就追不上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了海海的速度 这可是个大习事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快中慢三辆车跟海海做的 是不是都是追击问题呀 对不对 那么追击问题研究的是不是路程差 追击时间还有速度差 追击时间全部都给你了 路程速度差 快中慢的车是不是都知道 sorry 快中的车的速度是不是都知道 海海的速度是不是也求出来了 哦 速度差 是不是 速度差知道了 那么这个追击路程差 是不是也就求出来了 好 那知道了追击路程差 又知道慢车花了多长时间追上了海海 那么慢车跟海海的速度差 是不是就求出来了 对 而海海的速度你又知道 所以慢车的速度是不是就求出来了 好 那这要题基本上也就被我们解决了 听明白了吧 好 来看一下解决过程 快车6分钟走了4800米 中车12分钟走了8400米 所以海海在6分钟的时间内走了3600米 海海的速度是600米每分 进而可以求出来 三辆车在出发的时候 与海海的这段速度差 就是应该是有快车的那段路程 对吧 然后减去海海这段6分钟走的路程 这样得来的结果是1200米 那这也是慢车跟海海的追击路程差 好 除以这个他们的追击时间 二十分钟得到速度差是60米每分 所以最后得到慢车的速度是660米每分 好慢啊 是吧 就比海海快一动一点点 是吧 真慢 好了 那这条题目是一个多人的追击问题 解决方式仍然是采取着多人形成 转化成两人形成 那么这条题就迎刃而解了